i never made it but i know i didn't take some motivated 煙烤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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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吃完了 那個生意片真的是超級好吃的 份量又很多 吃起來就 那個口感沒辦法形容 我們開這杯 所以如果你們有來墾丁 非常推薦 一定要把後面 耶 我們現在到第四站 第四站就是後壁湖 我們來這裡吃生魚片 我們來看看後面 知名的秋家生魚片 我們從水蛙局大草原走過來 大概30分鐘的車程 算起來不會太遠 肚子好餓喔 好期待 我們來看一下秋家生魚片 現在平日的狀態其實人蠻多的 我們來看看裡面的料啊 跟價格 是不是真的物超所知 後壁湖 那南京潛水蠻有名的 秋家生魚片 肚子好餓啊 你看 哇 好多 然後海鮮 龍蝦 龍蝦 滿滿的龍蝦 龍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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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 龍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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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邊點餐 然後進去海外 我們來新點餐囉 那裡面人蠻多的耶 我們點烤餐 進來 看看我們坐下午餐 耶!我們的生意片來了 畢古必吃 然後我們點的其他還有 還有炒海瓜粉、豐寶雞 薑絲、鮮魚湯 然後炒甘薯跟鯊魚麵 然後準備來用餐囉 我今天就吃了那些生意片 超厚 超厚一餐 現在好像是吃不到乾點 最新鮮 酥餅 超厚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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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 超厚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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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必須說這鮮魚鮮魚真的是特大鮮魚 是先吃魚片的味道 鮮魚鮮魚鮮魚來品嘗一下 鮮魚鮮魚鮮魚 鮮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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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鮮 還蠻香的香 所以... 跟蜜來講我覺得這部分是很高的 然後像可能上面也別用太多 如果跟神明大街的這邊還算很舒服 我們要努力吃 我們吃完了 那個生意片真的是超級好吃的 份量又很多 吃起來就... 那個口感沒辦法形容 我們猜這一桌糟糕 我們剛剛吃那一桌多少錢 我猜一湯 菜一湯 菜一湯 好 猜到嗎 好,自己演 好,我們這一桌總共結帳的新聞是950塊 連1000元都不到 所以真的很超值 而且它量很多吃超飽的 白飯免費序 然後假日的部分呢 它比較不接受就是中午 就是熱門時段 生魚片是不能單點 就是等於是說你來 不能只點生魚片 你可以搭配個熱潮 或其他的東西 它都可以接受 OK,所以如果你們有來墾丁 非常推薦 一定要把厚壁壺 拉做必來推薦的美食景點 OK 那今天的肯丁厚壁壺美食 秋佳生魚片就推薦給你們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按讚 分享加訂閱 後續我會繼續幫大家推薦 更多更好玩 好吃的景點給大家 掰掰